区块链行业信仰的步道者正是我们非常厉害的宏观分析师 那今天他为我们带来DCFS 不容错过的区块链创业分口 现在我们把最重要的时间给到我们最重要的人 欢迎罗宾老师 欢迎您 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晚上好 这段时间疫情还是非常严重的 我在深圳这两天已经出现了好几例的病例 然后明天如果想要到会所的话 可以持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证明才可以到会所 然后也是因为也要快过年了 希望大家保持自己的健康 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地过一个好年 今天晚上呢 我等一会儿讲完课之后 我会到楼下小区的检测点再去做一次核酸检测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保持自己的健康的体货 这个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去赚钱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 然后我们在今天的一开头呢 会跟大家去集中的 就是这段时间市场普遍的遇到的一些问题 会跟大家挨个的去一个一个的梳理一遍 我相信呢就是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的不少的朋友呢 都会有这一类的疑问 这类的疑问会比较多的 我把几个典型的疑问挨个的跟大家讲一下 用这种问答的方式呢 可能会更直观一些 第一个 市面上到底有多少枚币在流通 目前呢 这个因为流动性发矿还没有开始 所以市面上流通的币呢 总量呢就是500万枚币左右 这500万枚币呢 部分呢是之前呢 通过那个延时算力平台 买算力空投出去的 还有一部分呢早期的有一些获得空投的 这些人呢 他获得币啊 都不是免费获得的 没有一个人获得币是免费获得的 都是花了钱的 不管是买算力送的 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获得空投的 都是花了钱的 大家呢 基本上平均的成本呢 都是在0.4U 0.5U左右 所以呢我们一直反复的讲啊 说这个项目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泡沫的 没有泡沫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还没有人在这个项目当中真的挣到钱啊 包括我们在座的 有很多的盟主啊 庄主啊 步道者啊 不管大家投了多少 已经打了多少池子 没有赚到钱的 然后市面上目前流通的就这么多枚币 池子里面现在大家能看到的是有两百 差不多两百一十万枚币左右嘛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这么多人打池子啊 币价为什么不涨啊 这个就有意思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打池子 币价不涨呢 因为这些人的币都不是从池子里面买的呀 各位能理解吧 他没有从池子里面买币 他是在打池子之前已经手里拥有了币 现在呢 他自己再去搞点USDT 把它加到池子里面 所以对池子里面的币价 它会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但是呢 其实打池子如果是从池子里面买币的话呢 对币价的这种影响会非常大的 因为昨天下午呢 在社区嘛 在我们的会所呢 是有一位这个步道者 他是加入进了这个我们的步道者行列 然后呢 是从池子里面买币 你没买多少币 买了大概五六万美币吧 那个币价 昨天我们看那个蜡烛图 看是不是昨天有一根长长的上影线啊 那根上影线就是 那位步道者五分钟买上去的 大约把价格往上拉了11%左右吧 各位能理解吧 现阶段呢 币价呢 没有往上涨呢 是因为大量的人呢 这个 他打池子 不是从池子里买的币 他原来手里有DCC 理解吧 然后呢 第二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些人呢 他手里有DCC 但是没有USDP 他得需要这个通过 池子里面 把他的DCC卖掉一点 换成USDP 然后他才方便打池子 因为现阶段呢 毫无疑问嘛 打池子是最合适的 持有DCC的方式了 因为眼看着 现在今天1500多个 LP地址了 后面马上开始挖DCC了 那肯定是比手里 空拿着DCC要强的嘛 所以呢 这两个问题啊 先给大家解答一下 就是打池子 为什么币价不涨 市面上到底有多少币在流通 算是解答完成了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延时算力 Roghush啊 买这个算力啊 是可以这个获得 DCC的空头的 那很多人就会 说这个话啊 就是啊 这个这帮这个矿工们 就零撸DCC了 DCC他一卖 不就把价格拉下来了吗 这个呢 我们说万事不绝 算一下账呢 大家就加根不可能 有这方面的担忧了 假设说啊 我现在作为一个矿工 呃 因为延时算力本身是 DCFS下面的一个生态嘛 对不对 但是呢 让我直接去买DCC 加池子呢 我不愿意 呃 我觉得风险有点大 对吧 或者说我就是不爱 直接买DCC 我就是要通过挖矿 获证DCC 因为挖矿 我可以挖比特币 或者以太坊 假设说啊 有这样的客户 假设说 他在延时算力上 买了一万优的 比特币算力 按照延时算力的规则呢 他不是币本位的 他是金本位的 他可以获得 按照当前的币价 获得价值2000优的DCC 但是呢 是有所长机制的 其中呢 20%呢 他可以自由支配 拿到手了 他就可以用了 不管是卖掉 还是拿过来打十字 80%呢 他得分180天 线心释放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有一个客户 在延时算力上 买了一万优的产品 他实际拿到手的币呢 USDT的币呢 那个DCC的币呢 能够自由动用的是 400优的DCC 就是拿过来打十字呢 他还得额外再 买100优的DCC 才够打个十字 大家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就是掏了一万优 去买算力产品的人 本身呢 因为算力呢 已经给他这个空头的DCC 已经订了价了 他买算力不是没有成本的 大家都知道 比特币以太网猫矿 对吧 联化收益 大约是个50%到100%之间 以人师算力的矿工们 挖比特币或者以太网的 平均联化算力 大概是35%到50%之间 对吧 猫矿的收益并不是很高 这币矿工就指责 DCC涨价 去挣钱的 你掏一万块钱 然后呢 获得DCC 现在手里可以动的手码是400 你会为了这400 把DCC卖掉吗 如果说 你掏一万块钱 获得DCC 可以立刻把你的本钱拿回来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 会选择先把DCC卖掉 先回本 但是这个400和10000 相比较而言呢 太少了 各位能理解吧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换成是你 你在算力平台 因为买算力 获得DCC的空头 你会不会在早期的时候 你去卖屁 因为我个人也在算力平台上 买了产品 那我的选择一定是 把我的DCC拿过来 再配点USDT来发DCC 你解吗 各位 所以这种担心 其实我们算算账就能算起来 就能算出来的 或者说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假设说我是一个矿工 我手里呢 获得了DCC的空头 我会怎么处理 这个问题是这样给大家做解答的好 然后下一个问题呢 这个你们为什么不拉盘 对吧 我看别的项目都先拉几倍了 甚至市面上确实听到有些人质疑了 你们是不是实力不行啊 不会拉盘嘛 你们是不是不懂金融啊 不懂DeFi啊 这个币上限了两个多月了 现在还是这个价钱啊 是不是如何如何啊 这类的质疑都有 简单来讲啊 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 这个币价就拉10倍上去了 在一个项目刚刚才发启动的时候 现在体量这么小的时候 想拉盘其实是付出代价是很小的 但是大家有没想过一个问题啊 如果说在这个阶段啊 把这个盘拉起来啊 把这个盘拉起来啊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 是不是把盘拉起来之后 你进场了 比方说把币价格拉高五倍 你进场买DCC 你的成本就高了五倍啊 拉高十倍 是不是你的成本就高了十倍 这个账大家也没算过 我们讲啊 就是有句话叫什么呢 叫这个自古生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得人心 我们把市面上很多的一些项目的套路呢 当成了一种常态 认为这是正常的 把DCFSDCC目前的币价0.5优 维持了将近两个月 也没人拉盘 也没人动这个币价呢 当成是一个反常的 甚至还在觉得 哎呀是不是你没实力 对于这样一个我们的整体团队而言的话 现在盘面才200万美金的这样一个池子 讲句实在话 随随便便拿个大佬 掏个30万22万美金 就把它拉几倍了 昨天我们有钢机场的步道者 对吧 买个五六万枚DCC 也就是两三万又进去 币价就拉了百分之十几吧 大家能理解我讲的意思吗 就是我们外面见到的一番项目都怎么玩的呢 筹码一个没放出去呢 筹码一个没放出去呢 我先把币价拉十倍 让你们看看 你看这个币是不是涨了 哇这个币好涨啊 这个币好赚钱啊 大家一看 这么能挣钱的币 我赶紧进去吧 对不起啊 你们手里没筹码呀 知道吧 这个涨十倍也不是你挣的钱呀 你是看着别人挣钱让你心动了 理解吧 然后你进去 对不起啊 你的获得筹码的成本是别人的十倍 那么这段时间 DCC从上了这个薄饼到现在 除了早期的时候呢 因为确实有我们很多的新养者 这个买0.1欧 就把两个星期买到了0.5欧左右 那早期打持质的钱是很少的 就项目方早期打了一 放了几万个币 打了一个小持质嘛 稍微买一点 币价就涨上去了 除了那 刚开始最初期打持质的那批资金 涨了这四五倍 后面所有参与者 大家的成本都是0.5欧左右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人 说说我先把这个币 拉高五倍吧 来一批造福效应 然后呢让大家来进场 但你有没有想过造福效应 就让你筹码少了 只剩五分之一了 各位 所以呢 这个所谓你能不能拉盘 然后呢你这个盘拉 你有没有本事拉盘 这个我觉得不存在啊 只不过咱们好像太良心太老实了 这个项目确实到目前为止 以我在金融行业干了这么多年来看 没有任何的迹象看到这个盘面 有哪些大佬们在这里面操纵币价了 那么这么一个干干净净的 币价就是原始层次的一个参与机会 对各位而言不是应该是一个福音吗 如果有人问这种事情 我觉得就像这样回答 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因为二级市场 它就是个资金游戏啊 对不对 这个东西值一块钱 我有钱我能把它拉到十块 那现在定价就是十块 你用十块买了 那你就十块钱先买 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好这是关于这个拉盘不拉盘 币价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不割韭菜的项目没见过 你们为什么敢说不割韭菜 我们为什么敢说不割韭菜呢 那从前面这段时间币价的波动 也能看出诚意了 项目方没有想着通过前期 什么币价拉涨一涨 让大家稍微高一点进场 来割韭菜啊 从始至终 希望是通过市场推动的 然后呢 如果说单纯这个 只是一个DeFi项目 单纯只是做共识的话 那你共识的人 你不可能全世界70亿人口 都让你全共识过来吧 对不对 然后也不可能全世界所有的钱 都支持你DCFS这一个项目吧 你那个共识钱 总有共识到头的时候吧 那共识到头了 那个上涨效应不在了 那个币价不得跌吗 换句话说 到目前为止 DCFS已经上了薄饼 它已经是一个市场行为了 币价有涨有跌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所说的不割韭菜呢 是项目本身是有长期的社会应用支撑的 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 币价有涨跌 但是你见过有人说 我被以太坊割了韭菜了吗 你见过有人说 我被比特币割了韭菜了吗 你见过有人说 我被B&B割了韭菜了吗 甚至我们讲一个low一点的项目 孙宇纯的波场 波场链 你被TRX割了韭菜了吗 哪怕孙宇纯主观上面 孙哥都是想割你韭菜的 而且也确实连刀下去了 他都没割到你 是什么原因啊 是因为这个供链本身有应用价值啊 它有长期支撑的 那这个是保证我们不被割韭菜的 最重要的原因 那项目方呢 包括我们整个社区志联盟 我个人觉得算是真心真面了 也没有想着说前期说 多搞点筹码啊 或者说在二级市场 玩点什么小游戏啊 把币价拉高了 让大家给套进去 或什么东西 市场自然存现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么不管说你后面了 币价涨高了你进去 还是现在币价低的设立进去 那么你未来终于有个盼头啊 DCFS的这个分布指引计算 算力调度 包括智能合约的应用 元宇宙NFT的开发 这都是市场的热点呀 你会担心这个BNB能给你 套进去最后归零吗 不用担心啊 所以呢 关于各不各就材的问题啊 其实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 一个是呢 项目的本身的应用的延展性 另外一个是项目方 它本身的初心是什么样的 而且我们从这个项目 1月1号开始 推这个证实 全社会的去做这个市场的这个推广 这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了 池子打得很成功 对不对 1号到现在 可能从600来个钱包 那个LP地址吧 现在打到1500多 每天的 每天加池子的速度都在增长 那低价没涨 对吧 所以呢 起码在这个阶段没人跟你韭菜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东西啊 就是这段时间 呃 有些朋友进来啊 呃 这个或者是有些 有些 有些伙伴进来 然后呢 他总是来问 哎呀 你是什么级别呀 然后你是不是最核心的呀 如何如何的呀 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啊 搞DeFi是什么 搞DeFi是没有所谓的什么推广条件的 哪一个人说啊 我通过DeFi推广 拿市场提成发财的 那不是吹大牛逼的吗 这DeFi就没有所谓说 说什么市场推广 这一说的 但是你看 为什么有好多呀 好多的人就是说 呃 搞区块链的行业的人啊 他老是想了解什么 你是不是核心 然后甚至我们在外面也听到 有一些行业的大咖啊 出来一讲 哎呀 我很牛逼啊 我带着我的人全挣到钱了 跟着我的人全挣到钱了 那是不是这种话听了很多 但是他有后面半句话没说 就是跟着我的最核心的这群人赚到钱了 后面的 被我后面核心这帮人再拿进来的人啊 他们多多少少要受点伤 理解吧 那么DCFS我们讲奉献讲共识 什么意思呢 我们希望通过 DeFi的方式呢 让大家更公平的进场 通过DCFS的生态的打造 让所有参与者呢 不管是你早参与还是晚参与的 你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去做 你不是说一个在 相对来说你死我活的江湖 去玩套路的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所以呢 在DCFS我目前的社区联盟的步道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 就没所谓 说我是一个盟主 我是一个庄主 或者说我是一个步道者 甚至我只是买了一点DCC打了池子 其实是没所谓的 所有的人只要你参与进来 你对他看好 你能支持他一下 那我们所有人都感谢你嘛 是这样一个道理 因为像类似于用这种方式去运作呢 赚钱靠的是什么赚钱呢 赚钱靠的是 我们大家一起共识 把币家做高赚钱 这是DeFi的逻辑嘛 然后呢 靠的是这个公链本身的生态 后面让更多的人需求DCC 使用DCC 因为供需关系的改变 带来币家的上涨 我们可以参照2020年 这一整年B&B的上涨的路径 B&B上了公链 一年上了1200多个应用 币家从33美金 最高涨到700美金左右 那它完全是因为供需关系 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基本上这一类的问题呢 大体的跟大家去集中解答一下 这一个解答就是差不多20分钟时间了 因为我也知道 可能在我们群里面的各位呢 在步道的过程当中 多多少少都会遇到有些类似的挑战 我今天的话其实讲的 有些话讲的是比较露骨的 当然我们在跟客户聊的时候 可能未必这么露骨啊 但是其实有些道理呢 是经不起推销的 有些道理呢 变一变就明了 就是我们真实的展现就行了 也没必要说是为了突出我们的优点 然后去踩谁谁一下 没必要 反正我们是做长期主义者嘛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把DCFS这个项目通过三年的时间 打造出一个全球排名前十的项目 让我们这些早期参与DCC的共识者 我们都能够给自己一个交代 就是我为了一个失业 努力奋斗三年了 是不是有机会 这个让我财富自由一下 为什么加持字更抗风险呢 加持字你是双币加呀 你是一半的DCC一半的USDT 假设说你没有加持字 你持有的DCC DCC币下跌了50% 那你就亏了50%嘛 但是你加持字呢 如果DCC跌了50%呢 你的DCC数量变多了 USDT的数量变少了 综合下来呢 你这两个DCC加USDT呢 亏损呢 大概是5%左右 你亏损的比例会非常小 加持字是可以抗风险的 而且抗风险 抗跌抗得非常厉害 抗跌能力非常强 然后呢 目前呢 DCFS因为第一批的注币权 6000万枚是通过 Define流动性挖矿 发出来的 当有3000个LP地址之后呢 就开启了流动性挖矿 那早期的时候 大家参与这个流动性挖矿 加持字 不光是可以抗风险 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DCC啊 这么多DCC 未来的生态应用 各种生态应用 都得用到DCC 他们的DCC是哪里来吗 就是我们这一批人 加持字挖得出来的DCC啊 所以现阶段肯定是加持 是毫无疑问 是最好的选择了 然后呢 我们关于问题这块呢 就到这哈 下面呢 我们开启我们的 这个主要的话题啊 就是今天的主要课程 今天我呢 我可能在用大家的时间 比较久一点了 后面的主体课程呢 我们讲这个课程的主题呢 叫区块链创业 为什么把这个名字 定成区块链创业呢 我们要深刻地了解 当前的社会背景 当前的时代呢 其实是一个 社会贫富差距呢 逐渐扩大的时代 国内还好 国外有些地方呢 其实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啊 把它放广阔一点看 把我们的视角 放广阔一点看 人类社会这几千年以来 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 隔个几十年 就会天下来的一小乱 隔个两三百年 就会来个天下一大乱 我们呢 从二战之后啊 国内 我们是经历了 七十几年的和平期 我们是和平年代 出生成长起来的这一批人 可能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发展呢 我们觉得这个社会 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但事实上不是啊 我们纵观人类的历史去看 太平盛世啊 如同鲜花绽放 美丽而短暂 绝大多数的时间 人类社会 都是陷入各种各样的风筝的 有的时候 甚至是全世界 全球大战 打的是不可开交 一个大的战争 打下来 人能死掉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古代比方是三国时期 那个三国乱争 打完之后 这个东汉人口 只剩下了十分之一 在籍人口 就是乱世期是非常多的 但是大家 我们讲这么一个久远的历史问题 为什么又映说到现在呢 就是 为什么会出现乱世 这是《道德经》讲的一句话 天知道 选有余而补不足 人知道 选不足而奉有余 人性决定的 这个世界 总有一批聪明人 总有一批掌握了服务能力的人 或者掌握了管理能力的人 因为人性的实战 但凡给他个三五十年的太平城市 这个社会的财富呢 会急剧的分化 少数有钱的人会越来越有钱 大多数的普通人呢 会变得越来越穷 我们举一个美国的例子 美国从二战之后 到21世纪70年代 上世纪70年代前后的时候 他们是非常自豪骄傲的 他们是一个感染型的社会 上面少部分的富人 中间大肚子 一大群的中产阶级 在底层呢 有少数的穷人 结果你没想到 这几十年下来 到了近几年的时候 美国的感染型社会 已经不复存在了 现在美国是百分之二的人 掌握了社会的 几乎百分之八十九十的财富 然后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陷入赤贫 那么原来的感染型社会 怎么会没有了呢 人性使然 在任何一个社会环境下面 都是这样的 那么因为贫富差距太大了 这个呢 就经常我们听到 我们过去古诗上面讲的 什么猪门酒肉臭 鹿油动脂股 村众一栗树 秋收万科子 四海无咸田 农夫油饿死 贫富差距嘛 贫富差距 差距到什么程度 差距到普通老百姓 日子过不下去了 差距到有很多的人 对社会现场 已经非常不满意了 这个时候 暴动革命啊 什么东西就来了 大家永远记得一句话 旧有的既得利益群体 很难自我革新的 很难自我革新的 这个革新一定是 崇拜不打破的 而我们当前 天下成平了几十年 当然我讲的天下成平 不是说全世界所有地方 是主要的国家 相对而言是 比较天下成平的 这几十年下来 其实累积下来 这种社会贫富的差距 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么呢 科技的发展 也陷入停滞 就是近二十年 全世界这种应对经济发展 停滞 然后呢 贫富差距 进一步扩大的手段呢 其实就一个手段 就印钱 用印钱的方式呢 让不要出现这种 剧烈的金融危机 对吧 让老百姓日子还能过一下 但是呢 这种方式叫 饮症止渴 钱越硬 富人越富 穷人越穷 越硬 富人越富 穷人越穷 那么呢 印钱的办法 也不能解决问题 难道咱们就眼睁睁 看着说这个社会 最后老百姓上街去闹吗 因为美国已经出现 这种技巧了 对吧 是这样一个情况吧 这个时候 咱们就谈到了 区块链技术了 区块链 去中心化 我们讲 因为人性使然 才导致社会 隔个几十年 有一个轮回 隔了几百年 有一个轮回 而人性是怎么使然的 导致这种轮回呢 不就是因为 有些人 聪明才智的人 他掌握了服务权利 掌握了管理权利 然后以权摩斯嘛 然后呢 有些有聪明才智的人 赚了钱 他会 只会让自己 越来越有钱 他也不会把 赚钱的机会给你 比方说 比方说 阿里巴巴 大公司 对不对 阿里巴巴会不会把他的股份 股份分出来一些 跟各位说 你掏两块钱买我阿里巴巴的股份 阿里巴巴未来 赚五十倍 你可以跟着我赚五十倍 尤其是在发展早期的时候 最容易赚钱的时候 他会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几乎不可能的 我们这些所有的普通人呢 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呢 你的定位其实是什么定位呢 你是消费者 就简单来讲 你是被牧的羊 而总有一批 很聪明的人 或者很强的人 还是牧羊人 规则是他定的 而这个规则定了呢 就让你压根不可能有机会 在他的规则范围之内 你就获得普遍的 这样一个赋予成就 那么区块链来了 区块链呢 不以人 不以人来界定规则 以区块链的加密的技术 来界定规则 然后呢 在创始早期的时候呢 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 只有代币 这个代币呢 就是这个某一个 区块链项目的 核心的资产 我们讲核心资产呢 我们讲传统生意的 核心资产和 区块链行业的核心资产 比方说我们说 做这个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行业的 核心资产是什么 地皮啊 房子呀 对不对 地皮和房子 在谁的手里面 谁就有话语权 谁多 谁就有话语权 但是地皮也不是你的呀 房子你得花钱买呀 没错吧 而区块链行业不是 区块链行业呢 在最早期的时候 只有代币 比方说比特币当年 那个代币很便宜的 但是他不会说 你早期获得了代币 比特币很便宜 到现在你这个代币 别人就可以剥夺你的权益 这个代币 就是区块链行业当中的核心资产 只要你能拿得住 只要你参与的这个项目 有长远发展前景 谁都剥夺不了你的权利 之前我经常讲这样一个故事 你信仰爱情 十年前你信仰爱情 你信仰的那个人 对面那个人变心了 十年前你信仰一家企业 这家企业也很牛逼 很挣钱 结果呢 因为人的问题 你在半途被这家企业踢出局了 这家企业做多大 跟你一毛一群关系没有 但是你十年前 如果你当时信仰了 比特币区块链的这个技术呢 你手里仅仅是花个一千块钱 买点比特币拿到现在 你已经财富自由了 就是因为这种游戏规则足够公平 不会被 只要你自己的信仰足够坚定 不会被任何的既得利益群体 或者说有心人 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 把你搞下车 你只要把币拿住 那么区块链技术呢 现在才刚刚才开始改造这个社会 随着大家在区块链技术 这个领域的应用延伸 区块链会像互联网一样 不断地改造社会的各个层面 当区块链的技术改造了某一个赛道 这个赛道就变得跟原来的赛道不一样了 它是不是一种和平的财富再分配的机会呢 如果说我们当前的这样一个贫富差距比较巨大的这样一个社会 能够通过区块链的这样一个手段 能够实现和平的财富再分配呢 是不是对我们在座所有的人 对整个社会都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我们从小读书的时候嘛 这个老师跟我们讲 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我们家长也会对我们讲 要做个好人 对吧 我个人觉得啊 今天放在这话 把这话讲得狂一点 参与正儿八经的对社会有服务功能的区块链项目 就是对手合作贡献 可以扭转社会的矛盾 可以重复 重塑财富的格局 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和谐一些 比方说我们现在做DCFS 社区共识 咱们的这种比败的去中心化的这种经营模式 跟原来的模式一样吗 不一样吧 咱们在座的各位 你是去布道 你是通过布道发财的吗 通过做业务发财的吗 不是 做业务压根就不挣钱 咱们更多的是什么 通过对这个项目的服务能力的认可 对这一群人的认可 我们吸引更多的知同道合者 买的人多了 币价自然找 是不是连我们赚钱发财的逻辑都变了 我觉得 可能我今天调啊 起得有点高 但是我觉得不过分 我们不能说 把自己的眼睛蒙起来 说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跟我没关系 我们其实 尤其是在座的各位 很多的我们都是 有的人到中年了 有些人在这个社会上 已经经历了魔法滚打很多年了 我们对社会其实都有很深刻的认知的 只莫就有的有一些的 固有的规则 固有的一些 条件 我们无法改变嘛 我们无法改变 所以只能躺平了 当生活在强奸里 你又无法反抗的时候 那就平躺了去享受 对吧 这其实是一件 一句很无奈的话 我们 讲到这个位置呢 讲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能够 回想一下 为什么 十三十四年的时间下来 比特币能涨八千万倍 为什么 比特币当年诞生的时候 不就是因为美联储印钱不要脸吗 对不对 美联储印钱不要脸 好了 出现一个中本空的人 我想印一种钱 我想印一种钱 这种钱不被央行去掌控 你能想到十四年的时间 它能涨八千万倍吗 社会是有需求的 是因为社会有需求 比特币才能涨八千万倍 那么在社会的各行各业 各个赛道 他们是不是同样 有这样的需求呢 只要我们的区块类项目 在某一个细分的领域 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它就一定有存在的价值 只要相信的人足够多 你持有的币就一定会涨 这就是技术加共识嘛 区块链的核心嘛 那我们早期做区块链项目 因为我们固有了惯性 对不对 说是做区块链的项目 但实际上呢 大家聋想着说 我抱个大腿 对不对 我找着哪个政府给我做背书 哪个大脑给我做背书 大家平心而论想一想 目前在当前的社会 过去这十来年 不要说区块链项目了 任何一个想要去抱大腿的项目 最后能有一个完美结果的 我们用把手指头掰个手术 有几个样 区块链行业当中 是不是不抱大腿 真正立足于服务社会 给社会的需求 提供解决方案的项目 获得了真正的成功 以太坊没抱过大腿吧 B&B没抱过大腿 你反而我们听到的 在外面好多的 这个抱大腿 那个我背后有高人 最后都黄了 所以呢 我们没必要去掩耳盗链 有很多的事情呢 其实我们看得很明白 就是真的讲不了 讲得真不了 任何一个项目也好 一个人也好 我们需要的是自立自强 我们需要的是 我们能够服务社会 能够为社会做点贡献 你的价值自然就来了 所以呢 当前呢 我们呼吁所有的人 我们参与这种 去中心化 刀自制的方式 我们做一件 真心正念的事情 我们的供链 算力调度 这样一个板块 本身是社会极其需求的 我们这群人 也是真心正念的 大家共同去步道 把这个项目去做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割韭菜 不害人的 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是不是一种创业呢 这就是我今天讲的主题 区块链创业 当你认识到 区块链这个技术 对这个世界的价值 当你能找到一个 区块链项目 它确确实实 对这个社会 能够有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的 你去步道它 你坚持持有这个币 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创业了 你也没害任何人 你也不是说 哎呀我在哪个团队 我是圈城啊 核心啊 我挣到钱了 但是你没有让你下面的人挣到钱 你挣的是你下面的人亏的钱 咱们在一个真正好的区块链项目里面 不管是以太坊 还是B&B 你会让别人被割韭菜吗 项目本身好 谁都不会被割韭菜 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区块链创业 找一个好的 优质的 有社会服务能力的项目 找一群 正心正念的 有付出精神的人 大家共同步道 共同实现自己的创业幻想 好的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罗宾老师的一个精彩分享 我们罗宾老师每次的一个分享 总是让大家越来 就是越讲越 越想听啊 所以说也是像罗宾老师说的 我们要抓住 BCFS不容错过的区块链创业风口 来实现自己想要的一个目标 然后拿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再次感谢我们今晚罗宾老师的精彩分享 感谢您 辛苦了 罗宾老师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请到了 来自泰山社区的一位 分享嘉宾 他是我们的袁彬老师 那袁彬老师 他去年参与过 坎谷社区的一个小产 小产头的一个项目 整个的一个收获 也是千万级以上的一个财富 那大家想不想获得 同样的一个千万级的财富 想要的话 给自己鼓个掌 那也希望大家也能达到 这样的一个财富 所以说接下来 我们有请袁彬老师为我们带来 他是如何通过几败 获取千万级的财富的 请大家认真听讲 我们欢迎我们 袁审老师 大家好 欢迎袁审老师 好的 今天我来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 其实比快的领域 我真正接触的话 也是从190底 第一次接触了 这个小拳头币 当时候也是听到了别人推荐 或者DeFi 也不太了解 对吧 也感觉是一个新的东西 因为毕竟就是从17年 一路走过来 整个区块链行业 那么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 感觉不一样 对吧 好像跟我们普通的所谓的炒币 对吧 在二级市场炒币 有点不一样 那么就说先尝试一下 当时候呢 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一些心态的问题 然后也没有说去有多了解 只是说买了一点 买了个几万块钱放在那里 那么金融证的爆发期是在 在几时呢 在20年的春节过后 对吧 整个DeFi 整个房块就开始有了 一个新的一轮爆发 特别最明显的 就像 马斯克推的狗狗币 对吧 还有死币 猪币 其实这些 它就是从DeFi领域出来的 只是说 很多人前期的共识 把它打造出来了 让更多的 二级市场的人也好 一级市场的人也好 他们去参与进来了 从而让大家熟知 而在那时候我才真正的 看到了这个DeFi 这个板块不一样的魅力 然后我就从而认真的去学习 我发现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玩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进入到LP池 就是我们所谓的流动性矿池 进入到里面有一个优势在于什么呢 每一个人 每天他无论他卖这个币也好 买这个币也好 它都会产生一定量的手续费 或者说就是滑饼这一块 也会产生有一点的手续费 那么而这些手续费里面呢 会有千分之几 或者百分之几 会给到这些流动性矿池的这些人 给到相当于比例一样的分红 我就觉得这个很不错 然后当时呢 就一直去深入的去了解 那么呢 整个DeFi呢 根据我自己的了解呢 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叫什么呢 叫一个网上金融服务 就相当于它跟我们一些实体的金融服务 又不一样的能源在于哪里呢 它就相当于随进随出 就像流动性挖矿的本质一样 你今天我看好了 这个DeFi板块里面的任意意志币 我们先不说是哪个币 就是你随便一个 只要你觉得它有价值 对吧 你愿意参与进它的实质里面 去为它打造共识 那么你就会得到你该有的 享受的恩物或者独立 而我呢 当时呢 就是因为看懂了这个DeFi 或者说我觉得通过我自己的学习 我自己的了解 然后深入到了DeFi里面 然后呢 我就把我的小悬头 制压进这个流动性矿池里面 然后呢 通过了在四月份吧 一个暴跌的情况下 我添加进去了 然后呢 在今年的十一月份 不单只是这个小悬头 为我创造的价值 还有小悬头富能的一个 叫奥斯卡的币 不懂大家听说过没有 就像其实 就像我们现在的DCC一样 对吧 它就很像一个什么 很像一个上年19年时候 的小悬头 或者说更像什么呢 更像17年的时候 以太坊 当时候在深圳的有一个社区 他们弄了一个叫以太经典 对吧 当时候也是差不多的里面 来去挖这个以太坊出来 所以说 这个流动性挖矿这一块呢 通过一年多的学习 我也不说我学要有多精通 至少来说 在这个领域里面 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了解 那么关于这个DCC这个板块 我看好它的原因 我看好它的原因 是因为 我觉得任何币都是得有价值 或者说任何币都是需要共识 才能起来的 那像刚才罗贝老师讲的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比特币以太坊 对吧 这个你说有人割过他们韭菜吗 有 肯定是有 但是割完之后 会有后面会有无数共识者 再把它堆起来 其实这就是币价涨跌的原因 原理嘛 然后呢 第二点是什么 是得有应用 比特币我就不讲了 因为它是龙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它也是整个区块链的先河 所以说哪怕它没有应用 它都可以有创造价值 但是我们就拿最重要一点 以太坊 比特币 B&B 两个我们来对标一下就知道 为什么以太坊的有价值 对吧 以太坊它还是无限量的增发的 它不是说 今天我写进这个白皮书里面 我写定它发行十个亿 它就是十个亿 不是 是人们需要到 它就发行 它的发行原理 其实跟我们现在银行 它印人民币也好 印美元也好 它的原理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是 它为什么发行不出来 是因为有人需要用到 而这些需要用到的人在于哪里 是在于我们把这条链共识起来了 更多的有价值的公司也好 没有价值的公司也好 想做土董项目的也好 想做这位资金团的也好 他们总要找一个赛道 来容纳他们 对吧 以前我们说 这个做资金盘 对吧 你做多了 你觉得国家 你觉得在国内不安全了 你就跑到国外去 又得起个盘 对吧 起个盘 然后过了个半年一年 又觉得风险太高了 又把它关掉 又起另外一个 而现在区块链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相当于一个 隐秘性 公平性 去中心化 它就没有任何东西能监管的 你只是一个弟子 你根本不需要深认使命 那这就会造成什么 其实到现在为止 不管说 这些别有用心 像投机者也好 不可否认他们会有 但是 更多的赋能 更多的应用 会慢慢地参与到进来 这就像时代的改变一样 它从中会有一些独立的因素 但是慢慢随着时间的改变 这些独立的因素 会慢慢地剔除出去 然后以太坊 它当时候做出来 其实它的原理 包括它的理念 它就是这样子 让更多的人 能参与到进来 来开发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么开发 对吧 你在我这条链上开发 你现在需要给我一点手续费 那么每个人 或者说每个地址 他想需要用到我这条链 那他是不是得要给我一点点的手续费 而这些手续费给到的是谁 给到的其实就是各个矿工 因为我们矿工贡献了 不管说现在我们BCC贡献的是 算率值也好 像以太坊贡献的是 我们的硬盘也好 对吧 因为我们奉献了一点东西出来 我们能收获了一点 收益或者是收获了一点回报 然后呢 B&B呢 它的原理其实跟以太坊 很像 非常像 几乎可以说是复制出来的 那为什么它也能做起来呢 就是说白了 就是以太坊呢 它经历了三四年的时间 经历了七八年的时间 对吧 它整个项目已经剔除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吧 就比较好的游戏也好 比较好的这些模式 真正的应用也好 大部分呢 都在以太坊上面去落地了 那以太坊的唯一的缺陷就是 我的传说速度太慢了 对吧 或者说随着这些矿工越来越多 大家的矿工的利益被分薄了 那不想矿工的利益被分薄 那怎么办呢 可能矿工费就要高了 对吧 那么B&B就这样子横工出市了 当时候它跟TRX两个出市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手续配递 对吧 我们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我们的传 就是传输速度非常快 对吧 你以太坊可能十几二十秒 我一两秒我就给你传输完了 那新的东西出来 总是犯出个质疑 当时候你说17年的时候有多少个应用 就是真正想做应用 或者说真正想把我这个地发展成一个生态的 有多少人会愿意去B&B 那总得会有人去开这个头 对吧 然后呢 通过时间一步一步的才能走到今天B&B 同样我们DCC也是一样 现在只是我们的企图 对吧 未来能做成什么样 谁都不能保证 但是我们要真正的了解到 我们现在DCC究竟在做什么的应用 包括它现在说的云记上上令 我觉得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很多币它都会自己有算力 包括很多公司 包括很多公司或者很多应用 它都会有自己的算力 但是他们的核心不是在这里 打比方像B&B对吧 它的核心 我打造的是一个交易所 是一条公链 我打造的是我这条公链 而DCC它的初衷是什么 我打造的是 除了打造的这条公链以外 我希望更多的算力 能被拿去开发应用 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我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理念非常好 当然了理念也是需要共识 才能起来的 就今天哪怕 我一个人认可了 没用 需要现在在中卫一的 194个人认可了 可能也没有多大用 需要区块链里面很多人 成千上万或者说甚至几十万 当大家都去认可了 对吧 都去使用了 还觉得这个东西的确不错 或者说这个的确改变了 区块链的某些方向的时候 是不是真正的共识 才起来 而今天我们所做的只是 当然我们也需要共识 而我们需要除了共识以外 我们还需要一个理念 未来 对吧 这个DCC能走多远 并不是说项目方 或者说技术方 他把这个做得多牛逼多厉害 而是通过了我们这些所谓控工也好 我们这些LPS 辞职里面的股东也好 哪怕是杜道者也好 哪怕是他只是买了DCC 他存在那里 他不够的 是需要我们大家的共识 需要我们大家相信这个DCC 对吧 或者说我们理解这个理念 DCC的这个理念 甚至理解 DCC里面 这个元宇宙其实很大 对吧 就是DCC 就是元宇宙里面的一个档块 我们要共识 整个 就是元宇宙 怎么说呢 元宇宙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它有点 但是我相信 就是我个人相信 它未来是一定到的 不管是10年 20年 30年 这就是科技的进步 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这是没办法改变的 只是说 我们现在的技术 创造不出 并不代表 10年后 20年后 这个技术创造不出 所以说 当这些东西都会来临的时候 我们作为前期的拥护者 作为前期的推广者 作为前期的步道者 作为前期的共识者 我们是不是自然的人 想象得到 我们付出的回报 不一定说 我现在要投入多少钱 你投入了努力 你去推广了 你去分享了很多东西 你去让这个 BCC也好 让这个整个 DeFi绑坏了 更多的人参与着你 更多的人去应用它 是不是 你也是其中一份子 你们收获你当中的回报 所以说 整个DeFi的 我对DeFi的了解 包括我对BCC的想法 还有看法 还有整个对未来的应用也好 落地也好 我都是保持着一个比较良好的形态 不能说是 不能说是百分百的说落地吧 对吧 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 它是会真正的被应用起来 只是时间的长短问题 好 我的分享就很简单 就两个理念 一个就是DeFi 一个就是BCC的 就是我为什么会参与到BCC 或者说我为什么相信这个BCC 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的 谢谢 谢谢我元晨老师 让大家以热烈烈的掌声 来感谢我们的元晨老师的一个精彩分享 希望大家也能通过整个云晨老师的分享 也能看懂其他 共同步道BCC 买BCC 并且加入池子去做股东 以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一个初心 以最快的一个速度 去开启流动性幻化 那我们一定要紧握BCC 一起收获千万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收获千万级以上的财富 好吗 同意的话 这就是扣个六个六 好的好的 感谢大家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一位来自互联网创业的一个导师 他在自己的领域也已经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也是一位成立的大神 让我们一起来有请BX老师 有请BX老师为大家带来精彩分享 大家掌声欢迎 说话吗 哈喽哈喽 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我说话的 我们在屏幕上 偷个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偷一个旗吧 好 既然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 首先我介绍了我自己 我是本次分享嘉宾 DX DCC的D X也就是X X在我们以往学习过程中 我们就是它代表的是位置数码 而我给他的定义就是无限可能 那个连起来的也就是说DCC 无限可能 其实呢我本能来说哈 就是说就是偏向于技术 其实叫我来做分享嘉宾的话 就有点怎么说呢 我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吧 虽然说进入这个行业的话 相对来说会比一些人稍微早那么一点点 但是的话也不算太早 我呢是2017年的6月份 进入这个区块链这个行业 但是呢 因为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呢 怎么说呢 因为自己的任职啊 各种各种的知识面啊 这各方面都不够 所以呢 一路走下去 一路跟随 跟随之前的一些领导啊 就是踩了一些坑 所以呢 在前面的话 也并没有说拿到很好的结果 但是呢 我这个人就是说比较善于去做些总结 去做些研究 慢慢的就是我就 就是从区块链本质上的这个去中心化 不可篡改 这一些方面去研究它 每一条链啊 每一个区块啊 这些数据啊 每一个数据都是可查 不可篡改 然后真实的写到链上 这些东西之后 慢慢的迷上了这个东西 所以呢 自己也花了一些时间 去研究它 然后也是发现了其中的一些 一些 就是说能给我们 这个社会啊 我们从大典的程度来说 就是能够推动这个社会的 一个更 更加 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会 推动这个社会 会更加公平公正 不像像现在这个社会 这个财富分配啊 就是不是 不是说 这个财富啊 基本是掌握在 一些比较有背景啊 然后有关系啊 要么就是有权利啊 要么就是有关系的人手上 基本到我们下面 或者比较底 这些东西跟我们 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 我菜区块链 菜区块链这一块的话 也这方面是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目前来说 主要还是 就是说看好这个行业 看好这个行业 然后在这个行业的红利期 还没结束的时候 想在这里面拿到一个结果 顺带的话 就是推动 就是 就是 步步起来 推动大家一起参与到里面 让这个 让这个社会啊 就是说 会更加的公平公正 然后像以前我们 可以 普通人了解到的金融啊 房地产啊 像这些行业啊 我们普通人是根本也是没法 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 这个是有门槛的 普通人想进入这个行业 几乎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 好像是区块链不一样 区块链 区块链的话 是对每一个人来说 只要真的是 你选对了这个赛道 你付出了多少 你就能得到多少 当然 你的方向要对 不能像我之前这样子 呃 就是说 刚才路这个行业的时候 不是别 别人说什么 就是什么 然后的话 就是钱也是交给 就所谓的领导人 然后 所领导人又交给上面的领导人 就玩着这种 击骨传花的这种 这样的一个游戏 这样子是拿 这样子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 呃 在 在这个行业的话 就说还是要 还是要有 有自己的认真 认真去学习 不要一头 觉得哦 这个东西好 就一头猛叉叉的 跟进去 一头猛叉叉的扎进去 这样子 是 这样子就会 走一些 就说走 走我的脑路吧 希望大家在这个层面的话 可以 尽量的 去多接触一些 有能量啊 就是在这个赛 在这个 这个赛道 拿到结果的 然后的话 去 去 学习 复制 然后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 去 就说 去读一下 读一下我们这个 DCC 这个白皮书 因为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呃 如果是 有认真去读 这个白皮书的 当然这个是英文版的哈 可能读起来可能会 会有点快 但是现在的手机软件的话 翻译 翻译功能也 也是 也是 所有的人都可以 装个翻译功能 但是 有 有偏差是很正常的哈 但也没关系 自己去仔细点读一下 你会发现 DCC DCC 这个赛道 DCC 会给我们带来 真的是那种 怎么说呢 就是 呃 你仔细读他的白皮书 然后 你会发现哈 他 他里面 所描述的那些 呃 他里面的 里面的一些 他要做的事情 他的验警 他想实现一些什么功能 都说得非常的详细 然后他现在也是 按他的那个规划 一步一步再走 然后相信 在不久 在不久 他就会 他就可以带来大家一个 可以体现出他的 体现出他的价值 呃 跟随 大家 也可以 呃 还有 还有其他的资料 都是 我觉得 我的建议就是 大家还是一起哈 就是 还是 先 先了解 慢慢跟随 然后面再 像我们一样 虽然说 我们不到 去步到 现在的 是没有 去中心化的金融市 就是没有任何 没有 就是我们就分享的 就是没有任何利益的 不像以前 就是说 参与一个什么盘 参与一个什么项目 就是我推荐进来 我可以在你身上 拿到 拿到很多很多的好处 这里面是没有 但是我们为什么 愿意去付出 我们看到了 看到了 从这里面 看到了 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未来 本次 这个 本次分享 我就 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 把重要的时间 交给重要的主持人 您这边 好的 好的 感谢我们的 DX老师 感谢您的精彩分享 那他就是我们 来自泰山社区的 DX老师 感谢您 那我们有 以文化先行的联盟 核心价值观 并且DXFS联盟 以驻千万LP 股东实现财务自由 为目标 所以说 DX让我们 2022年 如梦远航 希望大家一起 拿到自己 想要的结果 大家说好不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 有请到了 来自于泰山社区的 分享嘉宾 我们的大陆老师 大陆老师 一直在互联网 创业的路上 曾经也是 万人的社区长 接下来 有请大陆老师 为我们精彩分享 欢迎大陆老师 哈喽哈喽 大家能听到 我的声音吗 能够听到 我的声音 请扣个8 确认一下 好 OK 感谢所有 DXC的家人 以及还没来得及 参与DXC的家人的 热情 我是今晚的 分享嘉宾 大陆老师 那么在这里的话 有一部分人认识我 那么也有一部分人 第一次认识我 这些都不重要 为啥这样说呢 因为哥 我就是个传说人 首先的话 恭喜啊 这次参加 腾讯会议的 DXC的家人们 那么已经添加到 流动性矿石的家人啊 崇会的你 恭喜你 搭上了这么一趟啊 目前在整个行业载道 也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载道 最初期啊 就已经参与了 那么还没有参与进来的朋友 以及啊 还没有认真了解 DXCFS这条公链 以及还认为 DXC它就是个代币 就是个普通的币种 那么我觉得啊 我觉得啊 我觉得啊 你有这个必要 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啊 来深度的了解 那么一个新兴的行业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任何一个新兴的行业 它一旦兴起 那么 它是一个币了 那么当你 从一个新兴的 产业 或者说行业 升起的时候 你选择忽视它 那么 未来 它肯定也会 把你忽视 那么认识 啊 从简单的认识 DXCFS 这条公链 到 深入去探索 啊 去探寻 DXC 那么 它绝对不是啊 你表面上 所认识的 DXC 那么 说到这里啊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DXCFS 分布是 云计算的 这条公链 那么 前面的话 啊 参加过 同性会议的 参加过 同性会议的朋友 啊 都已经了解过 这条公链 那么 它的价值 到底有多大 以及 DXCFS 这条公链 它的潜力 有多么牛逼 啊 那么 包括 其校长 啊 其校长 专业的讲解 大家对他 都有了 一定的论知 那么 聊到这里的话 我们为什么 参加 啊 去参加 DXC 我相信 大家 心里面 都已经有了答案 那么 说到这里 我 为什么 选择 参与DXC DXCFS 这条公链 并且 在 这个时间段 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的 去步道 原因很简单 啊 这里的 家人 对于 DeFi 应该都 应该都不陌生 那么 上万倍 那么在这里 我们扪心 自问一下 有多少人 是在最早期 已经搭上了 这样的一趟 财富列车 啊 即使你的最早期 搭上了这样 一趟财富列车 那么你又是在 哪个时间点 哪个时间段 下持的呢 那么 除了DeFi 这条赛道 就包括 当前 啊 当下 市面上的 几十条公链 那么 几十条公链 目前展现在我们 身边的 我们在最早期 又参与了 哪一条 举例 啊 例如 AVAX 啊 雪蒙协议 啊 可能有一部分人 没有听说过 很多人 都已经知道 那么 AVAX的话 这个公链代币 很多人都知道 那么我也相信 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啊 去吵了这个壁子 当然啊 AVAX 将近涨了 1450倍左右啊 我们是以什么样的 价位路 我们是什么时机 选择 进场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1450倍 跟我没关系 二级市场 赚了点 但是 就那点小钱 对不对 就包括 其他的一些 那么在当下 DCFS 分布式 银具算这条公链 那么 DCC 作为它 公链的 唯一代币 那么我相信 在未来 它能够涨到 多少倍 大家 拭目以待 未来可惜 那么讲到这里啊 目前 DCC的价格 大概在 0.56U 左右 那么流动性 Wordcoin 还未开始 实际的话 刚刚好 那么 在实际 刚刚好的 这样一种 情况下 我们为什么 不选择 当下参与 难道非得 等到DCFS 这条公链 都已经 成功了 随着 DCC 也 水转 水涨 长高 再参与进来 你觉得 你能够 获得多少倍的 收益 和回报 那么DeFi 它是真正 去中心化的金融 对不对 那么 大家都知道 去中心化的金融 跟中心化的区别 太大了 太大了 因为 去中心化的金融 它所有的数据 它都公开 透明 这也是为什么 我选择 DCC的原因之一啊 因为 只要你稍微 懂一点 任何人 都可以 随时随地的 去查询 它的数据 因为这个数据 是通过区块链的技术 任何人 都做不了假的 那么说到这里啊 所有人 都做不了假 也就意味着啥呢 只要你参与 只要你 添加到了流动性矿 那么我们 人人都是股东 人人都是股东 那么说到这里啊 人人都是股东 那意味着是 是啥呢 作为股东 联合做庄 那么收益嘛 肯定是 可欺的 就包括 上面 所讲的 Defi目前 在当下 它虽然是趋势之一 那么 同样在Defi拿到 那么多结果的人 甚至 有一些 有一些 拿到大结果的人 那么 咱们 需要做的是啥 追随 他们的脚步嘛 对不对 在现在 这个时期 最早期 它已经 继续 添加到流动性矿石嘛 去成为 股东 去联合做庄 那么联合做庄的话 刚刚啊 前面 分享嘉宾 都有提到过 那么联合做庄 添加池子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 高抛低息 自动做市商嘛 那么第二个是啥呢 池子后了 币的量就那么多 数据可查询 对不对 那么第三个 池子的交易量 一旦大起来之后 那么 赚的是少 交易数据费 滑点费嘛 那么池子越厚 持币的人 就越多 对不对 那么随着 整个生态的 落地应用 那么 流量 越大 每天的交易数据费 分得你 都想笑 那么将 那么 当你选择完 这些之后 对不对 包括 认清楚 DGFS 这条赛道 并且极早 参与 DGFS 那么 说到这里 我相信 大家都可以看到 有的人 在积极的步道 有的人 选择了 作响 那么这是每个人的选择权益 这是每个人的选择权益 但是 我 从我之前 所参与的 以往所参与 所看到的 往往是啥呢 往往是那些 作响 其成的 算得最少 为啥这样说呢 因为 现在 当下的时代 就包括 现在的DGFS 整条攻略 发展速度太快了 因为你选择 坐响其成 你没有 时时刻刻的 进入到 腾讯会议 或者说 到你们各自的社区 深入学习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提高论知 那么 肯定嘛 你所获得的 跟 一直学习 一直提升论知 一直在顾到市场的 顾到市 差别 很大 那么说到这里啊 做响其成 你对它的论知 也少 意味着啥呢 当 DGV 挡到一定程度 你肯定会 冷不住啊 只要是 买过币 炒过币的人 都是到 任何一个币子 涨到一定高度 他肯定会回调 肯定会回调 但是 回调的时间 回调的点位啊 当然 这里面应该也有很多 大咖啊 就是 学过K线 等等啊 技术方面的 那么 那么其实 这种的话啊 也能赚啊 也能赚到钱 但是啊 从目前的 从当下的时机来看 短线啊 第一掌 你做短线 肯定啊 会被割几菜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是一种 投机取场的行为啊 你做短线 万一 啊 BCV 一去不回头 一拉飞 不回来吗 是不是 当你选择 下一次进场的时机 当你选择 下一次进场的价值 肯定不会一直 在原来的价值 对不对 所以说 投机取场的 行为啊 不管是在哪一行 都不可能 获得大的评功 拿到大的结果 我们都在说 爱一行 要专一一行 但是啊 这得通过 时间 需要通过时间 就包括刚刚 罗老师说的 BCFS这条公链 三年的时间 来证实 来证实 来得到我们 现在 投资出去 所能得到的 这样一个 回报 输货 但是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在当下 大部分人 心态 就是说心态 已经变得很浮躁 很浮躁 一直觉得 今天我买BC 明天他就必须 涨个十几二十个点 或者说翻倍 翻得越多越好 但是 很多人 只看地价 所以说 我们的心态 一定得转换过来 那么 那么BCC 变加十几 联合 做庄 意味着是什么 哪怕 BCC 再横盘个二十天 但是 只要 交易量起来之后 我们的收益 依旧 非常可观 依旧 非常可观 如果说 BCC的价值 再往上面 挡一挡 对不对 那么收益就更加可观 那么 我们把BCC上涨的 这样一部分收益 排除在外 做庄 什么是庄 把它理解透 我相信 在这里 很多人 很多人之前 都被追过酒菜 当然 也有可能 有很多 把 有很多小酒菜 把庄给割了 但是 从目前来讲 我身边的圈子 一千个项目以内 可能就是啥呢 酒菜 割庄 就那么一两个 那么 被割的一两个 也就 意思是啥呢 就是说 没有经验 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 那么返回到 刚刚 我聊的话题 联合做庄 那么庄 不管存在哪个行业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赌场最暴力的比赛 庄 可能输吗 就包括 咱们 有去过澳门 有 赌过钱的 就是说参与过赌博的人 都知道 当然 这里所说的 参与这一块的话 是一个很小的话 当然 我们只要知道 庄 它的 它的败率 基本上是 十万分之一 或者说亿万分之一 那么同样 在 现在的 比赛这个行业 我们 参与 进来 联合做庄 那么 只要有交易量 只要交易量上来 那么我们的收益 是非常可观的 而且 DCC 它跟市面上 普通的Define 所打造 共识出来的地 是有本质上面的区别 就像刚刚 为什么 DCC 跟DTFS 又是啥关系 那么 在这里的话 只要是 有 论真了解过的朋友 都会知道 DTFS 它是一条公链 那么 DCC 是它公链的 唯一代理 那么 说到这里 我想表达的是啥呢 意思就是 DCC 目前 通过 Tiphy的这样一种 形式 来打造共识 那么 作为 DTFS 这条公链的 唯一代理 咱们也可以 把它理解为 Token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通证 它本身的 出生 就比市面上 75%左右的 Define 供出来的地址 出生就是高贵 因为它背后 有 DTFS 这条公链 以用 分布式 云计算 作为技术 那么 说到这里 其他的 我也不多说 后期 希望 可以再 看到 当前的 167位 朋友 加冷 以及 当下的 步道 把自己 步道 出去的 朋友 或者说 亲人 或者说 兄弟 姐妹 一定要 学习 提升 对DTC的 论知 因为当你 对他的 论知 不够 深入 那么 有可能 这样一条 天王级赛道 甚至说 天王级的 财富 就跟他们 擦肩而过 这些的话 不是说 吹牛逼 因为 前期的 那么多 敌败 那些靠 共识 打造起来的 那么多的 结果 那么多的 现实 已经摆在了 我们眼前 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的话 身边就有 那么在这里 最后 我想说的是啥呢 当下 DTC 投矿 刚刚我看了一下 后台 现在LP的 持币人数 将近 1600个了 很快 那么 当下 这么好的时机 这么早期 现在的话 都算最早期 因为LP 持币人数 达到3000个 投矿 也就是金矿 才刚刚开始 启动 那么 你想帮助多少人 你想 帮助多少 身边之前 跳过坑 摘过跟斗的人 让他们 重新找回 原来的自信 决定了你 当下的行为 最后 只有付出行动 才会有结果 只有付出行动 你才能够 带你更多的人 只有付出行动 只有你 不到任何 回报的 是无条件的 付到DTC 那么 未来 DTC 能够 回报你的 绝对 不是你 当下 能够 想象到的 那么好了 我把Mine 交回组织了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感谢 大家的 您听 感谢 感谢 泰山社区 大陆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 这台分享 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再次感谢我们大陆老师 就像刚刚大陆老师说的 DTC 一出生 就非常高贵 并且技术够硬 战略够远 生态也够多 足够的去中心化 并且是 人人都是股东 联合作装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持有DTC 共创未来 一起共同打造 一股行业轻流 打造不割韭菜的联盟体系 人心其泰山仪 让我们一起助力 DTC 一路高涨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有信心的 在公屏中打三个八 给到主持人 代表着我们一起八 好不好 好的好的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今天晚上的一个分享 感谢大家 今天晚上的一个到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奔赴 DC Fx 攻练万倍生态之路 亲爱的DCC 家人们 让我们一起携手 进军全球排好榜 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聚集一团火焰 散开满天心 我们一起加油 今天的线上分享 圆满成功 那么明天八点 晚上的八点 我们也是有请到了 小M老师 为大家带来 为什么死者敌败 以及 风群社区 的一些大咖们 为大家带来 精彩的一个分享 让我们明天 八点八 明晚八点 不见不散 再次祝愿大家 一路高涨 生活越来越红火 谢谢大家的到来 感谢大家 下咖啰